学会撒谎你就靠近成功了 这个视频会颠覆你的认知 诚实做人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根深蒂固 而实际上不会撒谎 其实是大多数人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今天我要教你撒三个谎 维度由低到高 每一个谎都比前一个更难撒 如果学会了 至少能让你少走十年弯路 第一个谎叫做懂装不懂 就算你是个什么都懂的人 也需要用你懂装不懂的开阔心胸 去加深自己人生阅历之坑的深度 千万不要用你知识储备的深度 去秒杀别人知识储备的广度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很多时候看透不说透 才是大智慧 被对手低估时才是最安全的 从而有机会把对方看得更清楚 静静等他演完将其反杀 第二谎叫做好说不好 这个谎是我十年前跟朋友学到的 三十来岁的他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开豪车住别墅 那年过年他回老家 他提出跟我换车开 说是想开回老家过节 我就问他 放着豪车不开 开我的低档车回家不怕被笑话吗 他笑嘻嘻地说 不怕招人笑就怕招人恨 但很多人混好了之后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混得好 你在看我这朋友在他意识里 荣归故里这个词的位置叫做别招人恨 人性中有个恶就是能崇拜陌生人发迹 却看不惯身边的人过得比自己好 第三个谎叫做穷说不穷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那年他创业失败 负债累累 短短半年后 同学聚会万万想不到 他竟然开了一辆劳斯莱斯 九过三旬 兄弟们实在忍不住 好奇地问他 那时候你生意不是亏了吗 这翻盘够快的呀 他哈哈一顿大笑说 这辆车是他负债最多的时候借钱买的 但是这个动作让他经历了人生赚钱最快的半年 他告诉我们当你身处深渊 如果向天下昭告自己的失败和困境 能招来的一定不是帮助 而是明哲保身与落井下石 谁会愿意跟一个失败者做生意呢 谁敢靠近一个千万负债的人 你的才华 认知甚至人品 在负债的现实面前 只会换来质疑 提防和否定 所以当你穷的时候 穿着体面一点 用得高档些 你就越容易翻身 反过来 当你富有 一定要韬光养晦 隐藏锋芒 这就是人性 先进罗伊后进人 先进皮囊 再进会 你越在低谷 你越要体面一点 以上三个谎 你学会了几个 如果学不会 建议收藏起来多听几遍 人生太多的遗憾与伤痕 都在提醒我们 粗暴的诚实会害人害己 智慧的谎言 却能清除障碍 赢得尊重 靠近成功 奔赢得尊重